躺在病床上,沙田先生一天比一天憔悴消瘦 直到最后的最后一刻,儿孙全都陪伴身旁 不过沙田先生的临终笔记,还有一项任务没完成 最后一项任务,第一次开口跟老婆说声我爱你 不避讳人生最后也最困难的课题 沙田先生在镜头前留给儿女的,是勇敢面对生命